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 苹果公司发布了iPhone 11 穿新的后置摄像头造型 成了继刘海平之后又一个过分门的槽点 但是这个销售量嘛 是真的香啊 iPhone 11发售以来 销售额节节盘升 各大线上商城以及线下门店均卖到断货 成为了近年来最畅销的一款iPhone 很多人在购买完新款iPhone后 也顺便更新了新的iOS 13系统 本来买了新手机 赶紧想爽一把吃鸡的玩家 这会似乎有点爽不起来了 我们都知道和平精英是目前国内市场上最火爆的吃鸡手游了 游戏对操作的要求非常高 游的高玩甚至动用了三指四指甚至五指操作 这一顿旋转跳跃开镜秒人配上跳跃的指尖 真是看的人一眼花缭乱 可以说看大神玩手游吃鸡的观赏性绝对要比PC强啊 但是问题来了 次次的iOS 13系统为了方便用户 方便编辑文本加入了三指按住的手势 以提供更精细的文本编辑功能 本来是件好事对吧 但如果你正在玩和平精英 并且你又是一个三指枪模的话可能会哭死在手机前 很多玩家在更新了iOS 13后发现在游戏中因为多指操作 会触发手机的多指功能 弹出一个菜单栏导致打着打着就不出枪 一对枪就被卡死的情况 对此和平精英官方也在游戏内发布了 让玩家谨慎升级iOS 13的公告 当然如果你跟小微我一样是个二指流手残的话 自然也没有啥影响了 看来苹果的工程师一定觉得大家太沉迷是手机游戏了吧 欢迎关注百年双优 说变天下游赏车带你走